等我一分钟来教识你快速入门海豚跳啦 首先在原地连续一下重心转移 移动上身和宽关节 将重心向板头板尾移动 感受一下压板头和板尾的力量 然后再复杂一下之前学校的Oli跳 但是要在落地的时候 先压板头再移动重心压板尾起跳 连续做多几次就是一个简单的海豚跳啦 记得要注意 肩和板保持平衡 视线要望向画行的方向 最后可以找一段缓坡或者平地 用海豚跳的方式来练习换印 用后印往后Oli跳 用前印落地 再用前印往前Oli跳 用后印落地 每次都要等身体稳定的时候进行切换 就可以连续做出一个海豚换印啦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可以慢一点节奏 熟练之后可以加快一点速度 甚至乎正反脚切换做海豚跳 做好这些动作 你就可以做出一个英俊的海豚跳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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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